財資大道 林潔盈 何文堅 繼續回到財資大道 我們說說現在的投資策略 有時想找一些穩健的投資策略 大家會想到買債券或做定期存款 現在的息定期可能有4厘 但如果要去到5厘的話 可能不是每個都都有 以及金額可能要很大 接下來如果你是60歲以上的長者 就多一個機會 就是政府的銀色債券 可以為60歲或以上的長者 提供一個回報都不錯 又有穩定可靠的投資選擇 當中怎樣研究、怎樣部署 甚至可能會不會有一個風險 風險就是現在保證的利率是5厘 我們請來這位嘉賓和我們談談 就是浸會大學會計經濟及金融學系 副教授麥瑞財教授 Billy教授早晨 早晨 政府公布了發行第八批的銀債長城 發行額將會加到最多550億元 保證息率今次會上調到5厘 就高過去年的4厘 怎樣看這個投資回報呢 我想這個投資回報對於想買一些沒什麼風險的資產的人士是一個好事來的 當然你說現在在銀行的存本可能做到4厘或4厘 但是因為它存本的年期其實也有限的 比起一個高息可能就不能夠存好長的 但是說的是銀色債券正常發行通常到期至少有三年 即是說你可以將那個回報率5厘是鎖定三年 另外一方面其實這個息債券的息率其實跟美息都是有些關係的 因為美國過去的年紀就加了很多的息 現在國聯邦基準利率都是在5厘、5厘頭等 而大家都覺得美國的加息的情況有機會見頂 即是說息率回落的 所以如果你是能夠買到一個債券是近乎沒有風險 因為政府發行 而那個回報有成5厘的話 鎖定可以有成3年的話 其實都是一個頗吸引投資的產品 那麼吸引之前銀債是65歲 現在是60歲 其實59都可以申請的 受惠的人都比較多 認購金額應該定在什麼水平為之進去攻退去守呢? 我想不同人的荷包深切有不同的 我想最主要是看你自己的需要 因為根據初步的資料 就是說最多每人認購可以分佈得到一百萬的銀券 因為分佈的單位應該是一萬元一手的 如果一百萬的話 你算有五厘息的最低限度 就是說你一年的回報起碼有成五萬元 但是不是說所有人都需要買這個銀債 那什麼人呢? 第一就是可能你是不太懂投資 你是想有一個穩定的收益 而你是日常的 你將一些現金擺在一個定期存款裡面 那銀債相對來說是非常適合 但是可能會說 喂我經常都聽這個新城電台 經常都聽我們跟他見到一些專家意見的 對啦 那你喜歡買股票的 那現在你的股票有一些 就是藍籌股 都可能是給到六至八米以上的利息的 那這樣就可能就未必適合你了 那第二件事呢 因為是預計那個反應呢 都會是熱烈的 因為那個的回報實在是吸引的 那所以就應該是 就不能分佈得到傳數給你呢 你想買多少得多少呢 都要看回那個超額的配數的 那這個另外一點 那還有一點呢 就是說你買個銀債呢 它是不設這個二手市場的 那就是說你不可以想著 喂我今天申請了之後收到了 那我第一時間在一個業務市場裡面 就扔出來的是沒有的 如果你要賣的話呢 可以討回錢 但是當然了 你是不會因此而賺多了 那個利率上升或者下跌 那個額外 那些額外 那這些呢 那這些呢 就是你買下去呢 一定要是閒錢 第二呢 你是預計都可能是持有到獨棋了 那就是說獨棋 都是起碼三年 那而期間呢 你就會拿到每年 就是最少5%的利率 那為什麼它會吸引呢 其實很簡單而已 它表面上它是叫做銀色債券 但是其實某個程度上來講 那個機制呢 都是通脹掛股的票據 那就是如果那個通脹率是很高的話呢 你是可以拿到高過這個最低回報的利率的 那但是呢 如果你看回 如果是現有給5厘的回報率 而香港其實過去這幾年的通脹率都是低的 都是百分之二或以下的 我就是當你計算百分之二啦 那你都有成是三厘的日價 那我想呢 就在市面上呢 如果是要穩陣 又要給一個高日價 那但是可以蓋過你一個的通脹風險 的投資產品呢 其實就真的沒有什麼的 那所以就因此這個銀色債券呢 就會是比較吸引 那但是當然啦 它是這麼吸引的情況之下 它的條件呢 你要60歲或以上才行 就是特定的條件才行 是的 沒錯 我想問一下 之前如果去年那個保證息率就是四厘 如果去年都買了一些銀色債券的朋友 它如果是沽售了再把錢來認購這個新的銀色債券 又行不行呢 那又怎樣去計算呢 其實沒有說不行的 因為呢 如果去年你是四厘的 那你預計我覺得差了一厘 要是乎我就再沽售了再認購的話 其實是問題不大 那但是呢 你一買一買呢 去到中間都會收取一些收入費用的 那算是很少也好 那你也是有費用在那裡 那所以你實質那個額外的得益呢 就未必會是這麼多 但是呢 就是說如果你是滿足了條件 你是六十歲以上的 那如果你是再買 又行不行呢 你再買都行的 那不如你可以是 混一混去 因為再買一些 那其實問題呢 也都不大 最重要呢 都要計清楚那條數 那另外呢 計一計條數呢 剛才你說的通脹壓力呢 香港現在的通脹壓力的情況是怎樣 經濟狀況又是怎樣 那香港經濟狀況呢 那當然啦 是比起去年呢 其實是有改善的 那改善呢 就不是大家不同的 處理不同的行業呢 那感受會是有些不同的 你可能是進出口那邊 其實可能都是差的 都還是不行的 那這些數據 是啊 這些數據是不行的 那但是呢 很明顯那個零售餐飲呢 是比起去年 是有一個明顯的改善的 那而見到市面上的活動 最簡單的 你去喝茶 都要跟別人等下位了 現在 甚至到呢 有些過時過節 你可能就 不是想幾點去吃都行的 你可能呢 要做到兩輪生意啊 可能要吃六點下 和八點幾 那樣那種呢 其實都反映著呢 那個經濟呢 是拼命來的 那還有一點呢 看回失業率 維持百分之三 很低水平 差不多是全民就業 而是有 韓國業的部分呢 是不夠人手的話呢 其實呢 那個人手呢 都是怎樣接的 如果是那個經濟不好的話呢 人手呢 是不會短缺的 只不過呢 那個的復甦呢 不是全民 那如果你再看回呢 我們是 在說內入的方面呢 其實呢 都是好一點的了 已經 那見得到 是我們通關之後呢 我們那個入境會 是根據政府的預計啦 那其實呢 都可能去回 就是我們高峰期的 可能是去到這個 那個四至六成之間 那現在都很明顯 都是接近這個目標的了 那如果根據其他地方呢 當你是沒有了一些 的旅遊限制之後呢 你要回復這個正常水平呢 都可能是需時要成 一年萬以上的時間 那香港只是幾個月的時間而已 那現在追回到近一半呢 那這一個呢 都是一個不錯的情況啦 那但是呢 那個通脹呢 就是受惠於幾件事的 因為呢 我們大部分的伊利孩物 都是由內地輸入的嘛 那而是在內地的通脹呢 都是在一個很低的水平 我們不會有 暫時不會有 這個歐美的高通脹的情況 那第二件事呢 就是人民幣呢 早前這幾個月呢 其實呢 都是有一些的貶值的 那它的人民幣貶值 那會舒緩了我們入口貨價的 所以呢我們的通脹率呢 今年全年來計呢 估計呢 都是百分之二十下而已 那如果你是銀債 你有guarantee有五厘的 而你的通脹資有兩厘的話呢 還有一個正的日價 那如果正的日價還要是 沒有風險的情況之下呢 那其實都是一個 挺好的一個選擇啦 嗯 那這個銀債 大家看清楚 2023年這個年度 有成五百億個法銀卡 那去年是三百十億 那去年呢 就有每人最多獲配一手 那今年呢 看看最後的情況是怎樣 那Billy教授 提示給了大家了 那大家聽眾要留意一下 嗯 那今天呢 先麻煩你 就是麥瑞曹教授先麻煩你 給大家聽眾 來講看 那我看不講 啊 會